投射 投射是甚麼 投射是我們將自己的感覺、感受 我們不承認的 但我將它扔出來給別人 用一個很低倫的例子去告訴你們 有一天我的小女兒換衣服 外出見男朋友 換完衣服後我們就很流行 我們就會問 這樣穿漂亮不漂亮 然後她問我 我問過姐姐 然後我就跟女兒說 我覺得你的裙子可以再短一點 你的肩膀可以再跌低一點 你的腰可以再老多一點 我跟女兒說 說完之後她們兩個就反白眼 然後我的大女兒就說 嘩!根本你自己就想 是的,就是這樣 投射的原理就是這樣 有些東西根本是你自己的 但你不肯承認 你亦都覺得自己不是這樣 那你就硬要別人是這樣 有些東西是你自己想的 穿到那麼小布 穿到那麼性感 是你自己想的 即可能有些看法 有些想的方法 是你自己的東西 但你不承認 你硬要放在別人身上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 好了 我以前小的家 我們大女兒剛才說了 我家裡有養一隻狗 那隻狗是在我家裡的 那我媽就說 我一出生的時候 那隻狗就 經常去個BB床那裡嗅我 那我媽就很害怕 牠會對我不利 然後就氣養一隻狗 第一次帶牠去出街 故意不帶牠回家 誰不知牠就走回家 第二次又再帶牠去一個 遠一點的地方 打算遺棄牠 誰不知牠就走回家 連續兩次都是這樣 然後我媽說 第三次 誰都要帶牠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不知道搭巴士還是什麼 突然很遠 然後丟掉了隻狗 然後就回家 然後隻狗就沒有再回來了 那牠就如是地說了這個故事給我聽 那對我來說 就有兩個影響的 第一個影響是我自己知道的 就是我很害怕狗 即牠一說完給我聽這件事之後 我就很害怕狗 我是害怕到一個程度就是 譬如這條中間是馬路 那兩邊有行人路 在香港有很多這樣的設計 譬如我在這裡走路的時候 如果對面有隻狗 我都會很害怕 我都會覺得牠會撲過來咬我 這個就是 媽媽果然這個故事給我聽 我對狗的印象 那有一部分就是 我很久都不知道 我是去到上課 去到講頭蛇 我才知道的就是 從小到大呢 我都覺得 你是自私 你拆散人頭家 我最討厭第三者 自私 我經常都覺得 那些人很自私 原來呢 我找回之後 我才知道 當媽媽跟我說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對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很自私 因為我的出生 令狗狗沒有了一頭家 即是沒有了一個溫暖的家 牠變了由家變了沒有家 我好像第三者 那我拆散了他的家 我很壞 那時候因為太小了 你聽到這些東西 你受不了的 那你當然不會覺得自己是 很差 那你就會將這件事 放在別人身上 你很差 你很壞 你很自私 你很自私 全部的人都是自私 自私 一件事是直到我上課 我才能找到 原來這位是一個頭蛇 我這樣看人 其實我是這樣看自己 就像這個頭蛇 我這樣射一些東西出來 其實是一樣 但我不認的是我 那你想一下 我一天到刻都壞人自私 壞 自私 壞 那我跟人的關係會怎樣 一定會不好 一定會有距離 到我上課 我才知道原來頭蛇 是很影響關係 但是我們又必須會頭蛇 因為我們有些地方 我們是不喜歡自己的 大家是否很承認 我們不是100%可以喜歡自己 我們一定有些地方 是不喜歡自己 我們一定會把那些地方 投射出去 不是我 是你有問題 是你壞 所以我們是要找出 這個投射出來 然後收回這個投射 我們才能夠看清楚 面前那個究竟是誰 即可能我以前 就一直都覺得他是自私 但原來我看回這件事 是我自私不是他之後 我才能夠有機會 看清楚究竟我面前那個是誰 而還有就是 我發現當我在投射的時候 其實我並沒有跟你 產生真正的關係 我只是用我想像中的你 去跟你交往 然後我就不斷地批評你 但其實我沒有認識過真正的你 所以當你一拿開你的投射之後 你才會知道 究竟對方是一個什麼樣子 你才可以真正跟他有關係